北中南分境合集要看小吃店和摊商到底有没有贴安全标章 高雄市卫生局凌晨也突击各大的卖场 没有贴的人呢产品就得下架 如果含有毒淀粉最重可以开罚业者600万元 顺滴锡二酸化制淀粉问题越滚越大 6月1号开始将扩大鸡茶淀粉类制品 上游厂商必须提供安全证明给商家及餐饮业者张贴 如果产品检验出含有顺滴锡二酸 最高可开罚600万元 高雄市政府从今天开始来同步在各种卖场超市 我们进行查核 那么只要具有安全证明的还有检验报告的 我们是否都给他一个安心食品 能让消费者变成保护消费者实在安全 高雄市卫生局1号凌晨到知名的大卖场鸡茶 而卖场也早在前一天晚上 就张贴安全拒绝认证 卫生局在检验过后也会在卖场张贴安心标章 民众也可以安心购买 除了大卖场之外 卫生局将会陆续派员到各个传统市场 以及各个卖场击茶 确保食品安全为民众的健康把关 联合报谢梅芬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责任